2021年BFS Paper 1 MC 第一條 今次的題目主要是講講香港的MNC 特質 有三個表達 先看第一個表達 第一個表達是 The operations also take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這當然是MNC 其中一個特質 因為MNC 而言 除了有一個 Headquarter 之外 另外當然有些 overseas Branches 如果當MNC 以香港為基地的時候 當然在其他外地都會有一個 Branches 或者我們叫 subsidiaries 我們叫做另一份公司 所以就這樣 我打開第二個 第二個表達會不會 They are listed on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是否一定要上市 我們說 因為它用字眼 但你見到是肉牙這個字 那就是一定是 但這個其實是不一定的 所以第二個個案 其實我們說這是一個 depend 有些有上市 有些沒有上市 所以不一定是一個 must 我們說 所以由於第二個不是一個 must 我們都會當錯 而第三 They have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那不是一定要有多過100個人 那因為MNC 的 definition 是沒有說過 是對於那個員工有任何要求的 OK 我們說 只不過MNC 就是它除了在本土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 都有 overseas country 都有一些業務 我們就叫做MNC 所以變成三這個 都不會是一個選擇 退到最後 得A這個 是答案 因為得1這個選擇 可以符合到